你怎么能不能铺 肃叔叔 我明白您的意思 文文的家世 我肯定匹配不上 我也从来都没想过 依赖婚姻 一不登天 所以我都想好了 我会和文文签一份婚前协议 以后您的财产 都归文文所有 我一分一离都不占 那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和文文结婚之后 要住在我们家里 可是我妈妈她也 这是我的底线 你也考虑清楚之后 再答复我 我爸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没什么 那为什么从书房出来之后 你就闷闷不乐的样子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 等忙完了再来找你 好 哎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帅还没有回来呢 阿姨啊 那 那个 我跟小帅结婚之后呢 我们就住您那里 阿姨 阿姨 我现在有事 我挂了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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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翟啊 吃饭了没有啊 我不饿 好 晓恩她爸爸妈妈不同意啊 不是 那就是同意了 也不是 她们为难你了吗 没有 她们敢为难我儿子啊 我儿子还这么优秀啊 你去告诉她们 我 我觉得她们家的小文柔 焦力焦气的 我还不想伺候她呢 阿财 阿财 你结婚以后啊 搬出去自己住 我上辈辈子 为你活 下半辈子为自己活 你老婆啊 你小孩啊 我不伺候你们当老妈子的 小文她妈如果愿意的话 让她伺候你们好了啊 妈 对不起 我自由了 什么 不办婚礼了 那怎么能行呢 我堂堂大傲的千金结婚 怎么能这么糊弄呢 你先听听孩子怎么说嘛 是这样的 我跟小帅 家栋还有艾拉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那种大操大办的婚礼呢 办起来实在是太累了 干脆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 再去蜜月旅行 这件事情就算这样了 这是正儿八经的结婚吗 哎 我觉得这个想法 蛮不错的 形势不重要 日子过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尊重孩子意见 对啊 爸爸 爸爸 还是爸爸打气的 那 投资良计的事情 投 投 投资良计的股份 就给你当家长了 谢谢爸爸 我会和姐姐好好打理的 文文啊 提醒一下你姐姐 大澳入资良计这个事啊 先别跟梁博说 他那个人容易把事情想歪的 明白 老叔 让开 你怎么来了 姑姑说投资金找到了 我主动请应 帮你拿下手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您那么忙 带是年假 你可以了解一下 欧阳 好 杨树 我不希望你跟我这么见外 其实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也可以互相帮助不是吗 我知道 你有专业的融资顾问 在很多关键点 还需要自己办法 谢谢你 大姐工作吧 一边有凳子 好 要不你先去睡吧 剩下的交给我 不用了 行动还能快一点 要么我们先吃点宵夜 先歇一歇 也不急于时 好丰盛啊 好丰盛啊 那么我已经把宵夜 给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坐下吃吧 嗯 谢谢 你先吃 嗯 好丰盛 大好集团投资的事情 你跟娘不说了 我妈妈的意思 是说先不要告诉我爸爸 省得节外生枝 你是满姐不是爸爸 嗯 先等爸爸把佳树和小帅的 婚礼忙完吧 我找个机会跟她解释 如果你担心说服不了两人 我帮你去看 我也希望这次合作 我能够化解了她的音乐 谢谢你 不过我也想学着自己面对我承担 不然梁记这个担子 我也跳不起来 你只要知道我预设下就好 你只要知道我预设下就好 谁能把我给剁 我自个儿心里头都过不去 我听我儿子的 我就是 我就是担心哦 真的以后到了苏家 时间长了他们会不会怪我 说我小气啊 是啊 你说咱们家缺这点钱吗 还有 你说这小帅跟他们过去 跟他们过了 婚礼还弄这么凑合 你让咱们点劳联往哪搁 我前期早就存好了 文哥 文哥 我家的珍藏 明天孩子大喜 就喝这个酒啊 谢谢文哥 坐坐坐文哥 文哥我跟你说啊 酒席呢 我已经从大酒店都订好了 明天一早就给送过 到时候呢 我再露一两手 做几个拿手菜 这就齐了 好啊 好 现在就是牙齐就是担心 你说这婚礼这么凑合 他们苏家人会不会不满意 孩子们都大了 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文文这孩子是真不错 相信苏家 也不会介意这件事 是是是 是 你看啊 我一看见家动 我就想起他小时候了 这小时候天天地上树爬墙 淘气惹祸 你看人家现在也长大了 都成家了啊 行 你这回可以踏实实想轻浮 想什么轻浮啊 他还等着抱孙子呢 等这孙子一落地 他不教人家怎么走路说好 他先教人家 怎么做杏仁饼 来 干杯 干杯 大家吃吧啊 秦啊 我还是觉得我女儿的血 是在大酒楼里搬 这不是随孩子们的意愿吗 是他们的婚礼啊 秦姐 今天你可是最大的赢家 又是嫁女儿 又是娶媳妇 双喜临门 是啊是啊 拖大家的福呢 你说这大大小小的婚礼 我也见过不少啊 中式 西式 那种奢华的 还有简约的 还是像咱们那种温馨的 可是都一份 这还不算完呢 澳门买完了酒 还要回到艾拉的家乡 再办一次 好好好 确实是啊 刚才我就想说了 苏董和琴姐的眼光支持好 这三番鞋街 可是跟着澳门的历史城区 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落 是中国第三十一处世界遗产 还有这环罐小碗 那可是 网上有名的餐片啊 能够在这里办婚礼 这是何等于说 而且 鞋对面就是 百年老子好 两起比价 我都想和梁壮 在这里再办一场婚礼了 那还是算了吧 你们啊 等珊珊长大了 给她办婚礼吧 是 妈 妈 爸 妈 爸 来 酒不着你喝啊 小帅啊 我有几句话讲说 你啊 你啊 以后要疼爱了 不能让她受一点迷去 放心吧 爸 你想我要对她不好的话 我可少不了你了 放心吧 爸 你要是做错了事 要主动地向她道歉 她要是做错了事 你一定要原谅她吗 我一定 爸 文文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是我们的掌上目中 我希望 你能像我们一样 让我们爱她 开心点 放心吧 爸 你们一起 永远爱文文 爸 妈 我们永远爱你们 放心吧 白头谢了 谢谢爸 好 好 贾栋 艾拉是好女孩 你不能欺负她啊 我是要抱孙子的 那俺祈祷 大哥 大哥 我有个办法 咱们家那家法 就那鸡毛档子 传给艾拉就全对了 爸 你放心 我肯定欺负不了艾拉 艾拉可是永春全高手 只有她打我的份 这鸡毛档子我是用不上 您啊 到时候传给您孙女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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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拉 你今天才真漂亮 你这么年轻啊 都把我爸比成个小老头了 我知道 你这样说啊 是为了让我高兴 我说完句乖了 你 你这么年轻啊 都把我爸比成个小老头了 我今天多高兴啊 我们家小帅结婚了耶 我们家小帅结婚了耶 我算是对得起小帅他爸爸了 还了一半了 是不是小帅今天没顾上你 你难过了 小帅很好 文文很好 你说说 他们都是好孩子 我就想啊 如果是你出嫁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幸福你 男孩子应该打图一件的 应该的 没关系 他们幸福最重要啊 现在弟弟妹妹们都结婚了 什么时候到你呀 我还咋着呢 文杨是个好孩子 他不会欺负你的 只要你结婚了 你爸爸才会放心啊 应该高兴啊 对呀 看着他们俩都好呀 我放心了 来 梁国 梁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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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来什么 我是老爸还是你是老爸 是你是 和医生不是说了吗 至少要休息半年 所以还是我来啊 姝儿有事出门 我来帮忙的 姝儿是让我盯着您休息的 都是 喂 宋董事啊 二叔了 干嘛来来了 巡查店面啊 二叔 别开玩笑了啊 谁跟你开玩笑 不过这次你确实是个大功臣 嗯 要是没有你 就你爸爸那奸商 能投资我们良机 你也说了我爸是奸商 这奸商可就是在上能上啊 他要是不看过良机 他能卖我这个面子 那他还不如给我钱花呢 对吧 咱们啊 合草伙伴 良机的投资人是苏林 良博 我 爸 爸 你不是说投资商是香港的吧 大奥投资的事情 是本来想跟你说的 我怕 怕我不喜欢 明知怕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我们急需要融资 大奥也愿意投资 双方知根知底 条件也都谈妥了 我觉得 我觉得当初就不该把良机 交给你打理 你知不知道三十年前 我们良家大物卖给了苏家 现在你又要把良机丙家 也卖给苏家 难道让我们良家的所有产业 都变成姓苏吗 爸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是我不对 可这次合作 不是把良机卖给苏家 良机无论跟谁合作 都要出让一定比例的股份 而且凭心而论 大奥开出的条件也不错 既然是双赢 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我们就是不可以和苏家 有任何瓜葛 你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挂良机了 爸 你要再说 你老爸还是不同意啊 还发了很大的一股脾气 嗯 苏儿啊 她就是脾气不好 她不是不明白你说的道理啊 再说 跟苏家的恩怨 不是一天两天的 带给她一点时间 我知道 去阿姨那儿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不用了 启姨 我去找找 嗯 来 这么对我姐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要不是看着我姐为了良机 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我才不会让我爸投资良机呢 我觉得良博这就是狭隘小心眼儿 怪不得良机这么多年都做不大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 还是行为问良叔的意见 我姐的电话关机了 不然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跟你说 这次合作你是知道的 良机沾大过来 梁继拥有经营权和一票否决权 条件谈得这么好 连我都没有想到 苏联会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我知道 可是爸爸他还是不同意 还说我把梁继卖给了苏家 上辈子几十年男人 不是这么容易了解的 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有一个合作 终于揭开梁继的心情 如果说苏家像三十年前那样 趁机夺取梁继 你别说爸爸反对 我也会不答应的 我怎么可能会出卖梁继呢 我知道 你是先为梁继好 可是 爸爸他还说我 说我太让他失望了 为了梁继我什么都做了 他还这样说我 是他太让我伤心了 他只是一时期望 你别放心上了 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这次合作 跟之前卖掉梁继大巫 是不一样的 那难道说 跟别人合作就可以 跟苏家合作 就是卖掉梁继吗 这股份之合作 就像两个人结婚 得互相喜欢 情投一合才行 在梁继心里 苏家当年趁火打劫 强取好毒 就不是有情有义的人 几十年恩怨未了 只要谈你携手合作 他反对是情有可能的 我倒是觉得 没有合作成 不见得是坏事情 如果合作了之后再分手 那对梁继的影响很大 合作就像婚姻 说得你自己好像结婚婚 很有经验似的 我是想积累经验 可是你不给我机会啊 门颖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哪有开玩笑 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我开口唱总可以吧 我认识你那么久 从来都没替你唱过歌 你会吗 没有你这么小超人哪 一个人的空闲 无法停止思念 你在我的对面 我却哑口无言 撕碎的眼泪 撕碎的憔悴 它是满地的玫瑰 你别唱了行吗 我音都不全了 没想到学霸 也不是艳良都行的 别笑了 看来这个丑丸没有败出 你只要开心就开了 对了 说正经的 梁伯虽然排斥苏家头子 但他并不排斥改变梁姐 大不了我们找别的头子 别的投资 那来得及吗 我怕魏姬不给我们这个时间 走 去哪儿 到前去 让大澳给梁济注资 是不是你的主意 文哥啊 大澳集团注资梁济 其实是看梁济现在面临困难 是一片好意的 我知道你对苏林有成见 甚至是恨意 但是这次你误解他了 他真的是好心 你们是商人 现在梁叔大理梁济 我不想他走我以前的老路 可 阿琴 我做杏仁饼做了几十年 虽说现在我的嗅觉和味觉退化 但我现在闭上眼睛都可以做原汁原味的杏仁饼 你不用可怜我 没有人可怜你 其实你是自己可怜你自己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每当你对我冷若冰霜 拒之千里的时候 我都想不明白 这个男人要恨我到哪一天啊 你明明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卖了良机大物 我们做不成夫妻了 但是 我们也不应该做仇人啊 文哥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有一双儿女呢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不是恨我 你也不是不原谅我 其实你是恨你自己 你是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 但是 你又没有勇气去面对去解决 看看你现在这个软弱的样子 你真的让我看不起你 你也不信心 你也不信心 是吗 你也不信心 然后去解决 你也不信心 也不信心 你还不信心 我真的好 你也不信心 我现在 Innen 我家都病情严重 再不送去香港就明明了 我当我娘家电话 怎么都打不动 怎么办 文革 你又这么不相信我 阿芹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不过 走 走 走啊 走啊 阿财啊 小猫走 来 你尝尝我的第一卤饼 尝 味道怎么样 是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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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尝尝 味道有没有变呢 啊 我哥毕竟是我哥 这味道一点都没变 就是咱们两天的味道 这味道没有变 但是也不能累着爸爸呀 没错 医生说啊 需要半年静养了 我有办法 我现在就回去 我把他绑床上寸步不离 我看着他好好休养 我怕了他半辈子 我不怕他了 好 不行 这个 我这岁数也不小了 遇事还得冷静 你们再想想 还有什么好办法啊 舒儿啊 最近你也不方便回店里 要不然把家栋叫回来 让他在这里 监督你爸爸 也可以 还有舒 店里的外卖都交给你了 这样也可以把阿彩腾出来 帮爸爸做饼 行 这没问题 保证嘛 正认 行 你们各忙各的 一日三餐 有我和表哥 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一定把你们吃得美美的 干活都有劲 谢谢秦姨 那爸爸 只能先交给你帮忙照顾了 客气是吧 好好好 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二十送外卖没回来 就又来了人家教你 生意好 我来送啊 小冬啊 小心点 不要撞到别人啊 你算 还有两代 毛毛躁躁的气 杨博 你初遥的事找您 阿发 找我什么事啊 我现在是 遛阿婆的房屋经纪人 还跟你谈谈房租的事 阿婆没跟我说过呀 远还跟以前演好事啊 远还跟以前演好事啊 叫阿婆的尾份书 重新由啊 跟阿婆的热动楼房房租 就跟我谈 跟你谈 我早就跟阿婆说清楚了呀 以前我每个月都准时交租的 你们跟阿婆签了三件房租回约 还有一个月到期 考虑到你们是老租户 有优先选业选 我今天正式来通知你 有人愿意以五倍 现在的房租 铺这栋楼 如果你们也愿意 出同样的价格 那就续约 否则下个月就搬家同房 阿发 病可以随便吃 但是话不能乱说 我跟廖阿婆说好的 只要我们愿意租这个铺 阿婆就会一直租给我们的 每三年涨百分之十 莫 我们都是按合约办事 你说的那些啊 都空口无凭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合约上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写着 租约还有一个月到期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 契约的房租 如果你不介绍 那我就租别人 就这么谈 我想知道 到底是谁要出五倍的价格 租我这个铺 我告诉你也无所谓 澳门的大伙 我已经 除了他家 谁能出息 这么好的价钱 这件事廖阿婆知道了 廖阿婆委托我 我就有权处理这事 再说了 能多挣钱的事 哪个方能会不够一样 廖阿婆不是那种人 你走 我不跟你谈 去吧 廖阿婆现在正躺在医院昏迷着 没准你一去 他就醒了 廖阿婆 其实未即看上你们的店 体验打得好事 未即现在财大气粗 称霸澳门 不如你们就顺势加盟未即 那不比现在正得多 持实物者为俊贤吧 你滚 没得谈 走 行我走 这是书面通知书 别怪到时候我没通知你 阿婆 几天没见 你个兔崽子毛涨齐了是吧 租房付房租天津地义 敢在我这儿撒野 租不起房就别开店啊 更省钱 是吗 是不是啊 五倍的房租 你啥死了你 阿婆 说 拿了多少房租 你不说吧 你干人了 你干人了 拿了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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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出去 拿了房租 都在房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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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个办 我抱歉了 你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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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了这是 爸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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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廖阿婆 现在确实住院了 现在昏迷不醒了 具体病人也没查出来 儿女媳妇 从现场回来照顾她 说这楼一直是阿婆来打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委托给阿发的 现在这个情况 我看啊 只能把阿婆醒了之后 才能闻清楚 大哥 我有办法 咱就按着阿婆当年 跟咱谈的那个价钱交房租 口头协定也是协定啊 十年的街坊 是不是 唯一我担心的就是 这这阿婆不会醒不过来吧 只要他醒来就没问题 至于那阿发 大哥你不用怕 这小子要再敢来 他来一次我打的一次 来一次我打的一次 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梁记的店 可能会卖个未解 大哥 他敢 有我在呢 他要是敢动这心思 我把脑袋给他拧下来 真的 打打打 你就想着打 我今天那个阿发来脑啊 把你老爸气得 浑身哆嗦站都站不住啊 毕竟是生过大病的人 他这样子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开店开店开店就是这样子啦 有好的东西来就有坏的东西来 姝儿啊 你不要再生你老爸气了 赶紧回良计吧 秦姨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想通了 我理解爸爸 我不会生他的气 说他最乖的 其实你老爸 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你 但是他嘴上是不会说的啊 然后脸还是那个样子啊 就是看上去很凶的样子 知道了 我兢兢业业工作为这个梁家 可还是守不住啊 百年的祖业 竟然沦落到 静音不下去的地步 老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爸 你没做错 是我做错了 只想宿家投资 我不应该瞒你 我应该一开始就跟你坦白了 你就不会这么生气的 坐 坐 爸爸终于弄明白了 做总业呢 不能没守成规 我一早就应该听你姑姑的 放手让你去打理 爸 你放心 梁记是我们梁家 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拼了命也会守护下去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 你不愿意宿家的资金进来 这几天 我跟文阳一直在找新的投资 现在看来 是要加快角落了 争取在房租合格倒计之前 先有个眉目 爸爸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好 你从北京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过新人命 我怕你手痒痒 这些天 让你打理店不过过夜 也顺便消消气 我怎么舍得 让你们也操劳啊 我心都要给你 那会儿 位子 你看 你啊 这些天啊 要求你 把我冒险的 不让你追起来 量力量力量